第297集 王东却若有所思的道 我有一点,但不明显 你的灵谋是精神属性,感知比我们都要强 兴度大森林又号称大陆第一魂兽聚居地 有这种神秘压抑的感觉,很正常吧 这里还不知道隐藏多少强大的魂兽 若不是魂兽确实是魂师修炼必不可少的一环 恐怕这片坐落于平原,占地广袤的大森林早就被各国解决掉了 肖骁一脸不信的道 国家的力量就能解决星斗大森林 这里有那么多强大的魂兽呢 王东道 一次性解决当然不可能 但如果几个国家联手呢 开始时只是从外围开始,破坏这里直辈 从而逐步影响生态平衡 渐渐的消磨星斗大森林整体的魂兽力量 依我们人类的智慧 用不了多少年,恐怕星斗大森林就会变成历史 霍宇浩微微汗手 魂师的存在和魂兽修炼年限无法快步提高 必经是未来的重大矛盾 王东点了点头道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 魂兽如果灭绝了,以后哪里还会有魂师呢 霍宇浩摇头道 不,魂兽虽然并不起心 但是当他们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 恐怕会有所反弹 说不定到了那时候 魂兽会反戈一击 给我们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也不是没可能 王东道 随着魂兽器的发展 这种可能倒是越来越小了 霍宇浩道 希望生态平衡 不要被破坏吧 幸好魂师的数量始终保持在一个并不算很高的程度 现在部分魂师也开始注意不随意滥杀魂兽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两个都有在我无耻范围内 随时做好应变的准备 我的精神探测共享会长时间开启 进入星斗大森林以后 更要时刻警惕 我们只在外围十公里左右横向右翼 绝不能渗入 每天晚上都要离开星斗大森林 在外面休息 如果我没有做到这些 你们一定要提醒我 安全第一 嗯嗯 王东和萧萧同时点头答应下来 在这个时候 霍宇浩团队领袖的重要性就体现了出来 霍宇浩让萧萧走在中央考前的位置 自己和王东分别在他左后方和右后方 三人保持上一个小小的三角形 茂密的星斗大森林终于倒了 这里的空气除了清新之外 更带着浓浓的湿润 走入森林范围之内 三人顿时感觉到身体 似乎被一股特殊的力量 在明显滋润时的 霍宇浩的精神探测共享 悄然开启 以他现在的修为 精神探测 已经可以维持在一个直径 两百米程度的完整探测 立体图形瞬间呈现在三人的脑海之中 除了没有颜色之外 可以说是星豪避险 几只实力不强的魂兽 正在前方不远处窥视着他们 似乎有些恐惧他们的到来 并没有靠近 霍宇浩微微一笑 这两天来 他除了赶路 也想出了许多针对在星斗大森林中 行动的方案 他口中发出一声嘀吼 紧接着一股浓郁的火红色光芒 就从他身上冒了出来 强横的气息 顷刻间向外扩散 顿时周围那些窥视的低级魂兽们 惊慌失措的四散奔逃 这就是模拟魂迹的作用了 霍宇浩 模拟出的是一只千年火焰狮的气息 外围这些大多数都是十年级别的魂兽 骤然感受到千年魂兽的雄威 不被吓跑才怪了 这样一来 也就大大的省却了他们的麻烦 三人进入星斗大森林后 直线向前 在外围逐步深入 在霍宇浩的精神探测共享派和模拟 这两大堪称探险神迹的强大魂迹派和下 三人持续走了小半个时辰 都没有遇到任何魂兽的攻击 霍宇浩不是开启模拟魂迹 释放出的都是千年火焰狮的气息 他这样做自然是有深意的 他们需要的魂环都是千年级别 当然至少也是三千年以上才合用 而火焰狮在千年魂兽中已经是攻击性很强 实力也不弱的存在 被他吓跑的自然不适合成为他们的目标 而没被吓跑的 修为很可能就接近他们的要求了 宇浩休息一会儿吧 王东说道 一路行来 他和萧萧可以说是在轻松不过 只需要跟着霍宇浩就行了 而持续开启两个魂迹 对霍宇浩的消耗确实不小 霍宇浩要知道 自己必须要时刻保持在最佳状态才行 立刻点了点头 找了一处地势较高的山包 停下脚步 我们就在这里歇会儿 霍宇浩站在那里 示意王东和萧萧先休息 王东来到他身边 抬起左手按在他肩头处 两人之间的浩东之力 顿时瞬间融合 澎湃的光明气息 从王东身上溢出 周围的植被感受到他身上的气息 似乎都流露出了一丝欢心的味道 一圈圈金黄色的光运 从王东身上涌出 竟然从肩膀处 一直沿着霍宇浩的身体 向下律动 霍宇浩惊讶地回头看了他一眼 因为这一刻他发现 自己的身体被这股浓郁的光明气息 包袱下 一切疲倦进去 体内魂力更是充满了强烈的火力 在浩东之力的付出下 先前大约一成多魂力的消耗 不过是十几次呼吸的时间 就已经全部恢复了 王东有些得意的道 这才是黄金之芒的真谛 我将它这份真谛 称之为无所不在 无论是攻击防御恢复 甚至是治疗 它都能够起到极强的作用 这块黄金之芒 左壁骨的效能 几乎可以媲美十万年魂骨了 附带的黄金之芒魂迹 我越是领悟 就也能感觉到其中奥妙无穷 借助光明的力量 它能够做到很多事情 霍玉浩黑黑一笑 你这是勾引我和你一起修炼 似乎我们的修炼度 又能有所提升呢 王东道 你别高兴得太早 不是说你的魂力 在突破三十级之后 受到极致武魂的影响 修为提升度会降低吗 霍玉浩微笑道 谁知道呢 也不一定吧 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 极致武魂魂师 在他体内 还有着属于兵地的庞大力量 那份风印中的力量 一直在不断改善着他的身体 再加上生灵之金的改善 他相信 自己的修炼度 就算会受到极致武魂的影响 应该也不会太大 嗯 霍玉浩眼神突然一凝 目光朝着一个方向看去 这一次 他却没有释放出模拟魂迹 小心 提醒一声 他立刻上前一步 双手已经悄然变白 在王冬和萧萧的精神感知之中 立体图像中出现了一个明显 有着浓郁魂力波动的存在 那是一道略微有些模糊的身影 刚刚进入到霍玉浩的精神探测共享范畴 似乎就已经发现了他们 正以惊人的速度向他们这边赶来 不远处光芒一闪 一道青色身影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距离他们大约三十多米远的树枝上 那是一只身形小巧的狸猫 通体有着青黑色的毛 一双眼睛却是紫红色的 胸光碧露 身上的青黑色并不均匀 隐隐有些虎皮纹的样子 这只狸猫身长不过两尺左右 却带给三人不小的压力 能够在星斗大森林中生活的无不是浑兽 从他的气息就能辨别出 这至少也是一只千年级别的浑兽 霍玉浩沉声道 这是虎猫猫 一种攻击性很强的浑兽 从他那已经变成青黑色的毛来看 其修为至少也过了两千年 如果他的毛底色变成黑的 上面浮现青色光运般的花纹 那就是万年的虎猫猫了 学院学习的知识在这时起到了极好的作用 霍玉浩简单的介绍也让萧萧和王东记起了这种浑兽 在史莱克学院 每周都有四堂课是专门讲浑兽的 虎猫猫并不算稀有 他们自然也学过 虎猫猫如果用浑式的角度来形容 那就应该归类于敏攻系 攻击性很强 战斗恐怕不可避免了 记着不要下杀手 霍玉浩低声提醒道 他所见过的浑兽中 唯独没有万年级别的存在 想吓唬这只虎猫猫可不容易 至于十万年浑兽的气息 他可不敢轻易模拟 这里是星斗大森林 真正有着十万年浑兽的 到了十万年那个层次 浑兽的领地概念极强 万一一个不好 引来一只十万年浑兽 那可就是偷鸡不成十把米了 因此在出生之前 玄老就提醒过他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摸你十万年浑兽气息 就在霍玉浩说话的功夫 虎猫猫已经如同一道 青色闪电般扑了过来 第一个攻击的目标 不是站在最前面的霍玉浩 而是他侧风的王东 虎猫猫本身有这个模子 就是因为他自身乃是风雨黑暗的双属性 这也是他自身攻击力强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只前掌弹出 青黑色的毛上散出一层不算明亮 但却如同水波一般的光月 身体在空中扑出 竟然自行折回 绕过霍玉浩直扑王东 王东的光属性是他最不喜欢的 虎猫猫泪伸双矣 但却十分窄小 不能飞行 可他们在高处行动之时 却能够在空中帮助他们改变方向 王东的光明女神爹武魂 早就已经释放了出来 面对虎猫猫的扑击 他不闪不闭 双手在胸前一合 事意上大量的金色光芒就随之亮了起来 正是第二魂祭蝶神之光 一尊黑色的大鼎 骤然出现在王东身前三米外 挡住了虎猫猫前扑的必经之路 这虎猫猫却是灵巧 一只前掌在三生阵魂顶上一拍 就想越过大鼎继续攻击王东 但是就在这时 顶之震动 虎猫猫的身体 虽然依旧是扑出了 但却难免在空中停顿一下 顶之震虽然不足以伤害到他 但瞬间的迟滞还是少不了的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紫金色的光芒虚空一闪 这只千年虎猫猫猫顿时惨叫一声 冲在空中的身体顿时失去了控制 霍宇浩的灵魂冲击在最适合的时候出手了 伴随着精神力的持续提升 他这灵魂冲击配合自己魔童所产生的攻击力 甚至还超出了他自己的预判 那虎猫猫直接向下坠落 王东刚刚释放出的大片蝶神之光 只有少数几颗炸在了他身上 剩余的全都从三升阵魂顶上风掠过 轰在了远处的地面上 普通虎猫猫嘴地 身上出现了几块被蝶神之光轰击后焦黑的痕迹 霍宇浩通过精神探测惊讶地感觉到 这只虎猫猫体内气血魂力已是一片散乱 完全失去了攻击的能力 什么情况 萧萧疑惑地看向霍宇浩 霍宇浩也是一脸惊讶地道 这只虎猫猫中了我的灵魂冲击 似乎是昏厥了 你们看 他的身体还在抽搐 一边说着他已经走上前去 将倒在地上的青年虎猫猫翻了过来 虎猫猫的样子有些怪异 身体不断地抽搐着 口鼻处都有暗青色的血迹 原本紫红色的双眼向上翻白 看那样子昏迷得还十分彻底似的 王东吃惊地道 你的灵魂冲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霍宇浩耸耸肩膀 我也不知道啊 早知道直接给他一下 我们就更成事了 他的灵魂冲击威力大增 自然和他自身精神力的提升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伴随着实力的不断进步 霍宇浩自身修为也在持续提升着 其中提升最大的并非魂力 而是精神力 他的精神之海 心后数次变化 尤其是生灵之金的那一次融合 更是在眉心处开辟了第二十海 现在 以他的精神力强度 寄居在他体内的三大强者 都不能直接对他进行控制 可想而知 他的精神力成长到了怎样的程度 天猛冰残发不得他尽快强大 在霍宇浩精神之海扩张和凝炼的过程中 他实际上一直都在悄悄开启自己的封印 将自身封印着的本源力量 与霍宇浩的精神力相容